一个维吾尔族姑娘,美丽动人的迪丽热巴,是一名普通的女演员,一开始的迪丽热巴虽然有非常辨识度的美貌,但初步进入演戏的道路上,还是要经过慢慢的锻炼,才能够成为一名好的演员。 观众对迪丽热巴这个名字开始熟悉的时候,是在拍《克拉恋人》,迪丽热巴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配角,但她那个角色演绎得深入人心,很多戏都开始来找她演,而且都是比较好的剧本和角色。 也有很多综艺节目开始邀请迪丽热巴的参加,没有太过做作的动作,很真实的感觉,所以备受观众的喜爱。 然而,在迪丽热巴没有红之前,很多时候她都是非常害羞的,在经过采访的时候,迪丽热巴也不会特别的勇敢,她的大眼睛会望向对方,有点青涩的感觉。 但现在的迪丽热巴完全没有怯场的样子,她非常的成熟,在采访的时候也能很好的聊天,迪丽热巴在慢慢的成长,她努力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,在每年的生日当天,她经常会在微博上写下对自己未来的一种愿望,但迪丽热巴都在努力的让自己做得更加优秀,成为更好的自己。 在微博上,她会留下一些对自己的期待与鼓励,这些理想都不是很大小小的愿望,却能够慢慢去实现,出席活动的时候,她也很喜欢安静地坐在一边,看上去有点拘谨,但也正是因为这份真实,让很多人觉得迪丽热巴在这个圈子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,许多粉丝对她的关注度会更高,看似不融合,但是迪丽热巴也在努力地做到游刃有余,这也是一个演员的成长。 是一个演员的成长之路。